歡迎收看東京走者橋,我是維恩 本集我們要來介紹東京重要鐵路線當中的東極東橫線 相較於比較常聽到的東京地下鐵Metro或者是都營地下鐵 這條路線可能比較陌生 但其實這也是一條非常熱門的鐵路線 在這一集當中我們就要來介紹如何用這條路線一日遊 這條路線的起點是澀谷 中點是橫濱 中間則經過不少住宅區 全長24.2公里 今天安排的一日遊我排除了橫濱 因為技術上來說 做到橫濱之後 更好的選擇是做崗位來線前往其他的站開始觀光 橫濱站本身比較偏向當地的住宅區 那麼今天的行程會從自由之秋開始 一路經過中木黑、戴觀山 最後在澀谷結束 如果對東京有一點了解就會知道 今天的旅程可以說是都會時尚之旅了 因為今天探訪的站 都是東京以時尚與質感文明的地點 很適合女生 自由之秋是以日系雜貨以及甜點文明的區域 樓上有兩三家不同的日雜之外 我自己有買過這裡的 Karrok Pack的山田獅子紅茶專賣店 紅茶精選種類多好喝之外 創辦人山田獅子的插畫包裝更是別具特色 絕對是伴手禮的好選擇 逛完這區之後就可以回到車站北口的區域 這邊幾條主要的道路以及兩旁的巷弄 都有各式各樣的店家 不管是服飾、配件、生活、廚房用品等等 如果吃得下的話 可以到這家Bake Shop 嘗嘗它的甜點 下一站我們搭車前往中暮黑 先來吃中餐 Cafe Nuit 這邊販售的餐點是異國料理 像是我們點過的咖哩跟魚排料理都很不錯 賣點是在暮黑川旁 可以邊用餐邊欣賞風景 吃飽後回到車站附近 可以先逛逛高架橋鐵道下方的鳥屋樹墊 算是這裡的招牌景點之一 也展現了東京對於空間規劃的巧思 再來我們推薦 沿著暮黑川旁的步道 往星巴克徵選東京烘培工坊的方向前進 這條散步道上 沿路兩旁都有不少的服飾 配件的店家是個挖寶的好地方 除此之外 中暮黑的另一個特色是咖啡廳 不但有剛剛提到的星巴克徵選東京烘培工坊 是全球目前只有六間類似旗艦店的店面 還有像是 Side Walk Stand Streamer Coffee Only Bus 等等的特色咖啡廳 很推薦至少去其中一家喝杯咖啡 看著暮黑川旁的行人走過 超愜意的 接下來可以選擇步行 或者回到中暮黑車站 搭車前往代觀山 看個人的體力如何 兩個車站之間走路大約10分鐘就到了 代觀山跟中暮黑的氛圍很像 都是擁有時尚感與特色店家的高級住宅區 一定要去的地方是 Zitaya T-Side 雖然又是鳥屋書店系列 但這邊的氣氛跟裝潢完全不同 有綠地跟樹圍圍繞著整個區域 再加上更完整的商品內容 很值得仔細逛逛 另外 在車站走路3分鐘的距離 有個叫Lock Road的區域 全區都是小木屋以及木造的風格 很適合拍照和散步 入口處有一家Spring Valley Brewery Tokyo 除了是精釀啤酒廠之外 也有提供現場營用啤酒 以及餐點的餐廳區域 當然 代觀山整個區域都有各式各樣的店家可以逛 就散步在巷弄中 最後 逛了一整天應該已經蠻累的了 從代觀山搭車前往澀谷 可以先找個餐廳吃飯休息一下 反正澀谷的店家營業時間都比較晚 很適合晚上逛 看是要吃串燒店鳥竹 料好實在 風味也很道地 或者是倒選版Mammoth 點一碗道地的濃厚拉麵或沾麵來吃 都是不錯的選擇 吃飽之後就可以繼續逛逛澀谷了 相信剛剛從澀谷車站出來的時候 應該已經有經過傳說中的澀谷十字路口了 這裡被稱為世界最著名的路口之一 人多的時候一次能有三千人一起過馬路 澀谷能逛的範圍很大 但因為時間偏晚了 建議大家從路口星巴克旁邊的 Santa Street開始逛起 裡面有藥妝店、鞋店 還有看起來很日本的街道 光是體驗一下這邊的風情也很不錯 比較有名的店家像是10900貨 倒選版上的UNIQLO LOFT 當然也別忘了 24小時營業的唐吉科德 最後如果想看夜景的人 可以在8點之前先到 Spia Scramble Square大樓的頂樓觀景台 Spia Sky 看看我們心中東京第一的看夜景場所 畢竟開幕不久後就遇到疫情 我想去過的人應該還是偏少的 很值得去看看 以上就是東極東橫線的東京一日遊行程了 我們下次見 掰掰 請見 謝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